今天 中國在臺灣周邊進行實彈射擊演習 這種刻意持續升高軍事威脅 特別是在國際最繁忙的航道上 進行危險的飛彈射擊 這不只是對臺灣 對於國際社會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我要強調 我們不會升高衝突 不會挑起爭端 但我們會堅定的捍衛主權和國家安全 堅守民主自由的防線